想說他已經出道16年了 應該已經很多人在講他聲音 已經習以為常了 像憲哥已經講惡霸理論嘛對不對 結果那一天粉絲有酸民 酸民就突然說 你的聲音怎麼那麼好笑 可以不要用這個鬼聲音來講話嗎 這樣子啊 結果呢 結果子晴那天不知道是怎樣 吃了炸藥一樣 吃炸藥 他又直接幹嘛說 你有什麼這我偏偏在講啊 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我認識的子晴 是個好女孩 那麼多年 他絕對不可能 講剛剛你講這樣 他一定說 你怎麼那麼好笑 你怎麼那麼好笑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你不犯我 我不犯你 所以如果你一直欺負我 我一定會侵犯回去 今天誰要先講話 章魚 來 他之前就沒事就是會 就是開個直播啊 跟粉絲來聊天 業配賺錢嘛 聊天很正常啊 想說他已經出道16年了 應該已經很多人在講 他聲音已經習以為常了 像憲哥已經講惡霸理論嘛 對不對 想說不要去理會他們 結果那一天粉絲 有酸民啊 酸民啊 酸民就突然說 你的聲音怎麼那麼好笑 可以不要用這個鬼聲音來講話嗎 這樣子啊 其實你的聲音也蠻好酸 失言 失言 對不對 他聲音其實也蠻有吸感 你那個酸民 他聲音很怪 你是不是被丫頭影響 沒有啦 結果呢 結果子晴那天不知道是怎樣 吃了炸藥一樣 吃炸藥 他又直接幹嘛說 你才長得好笑咧 你全家都好笑 你有什麼 這我天天在講啊 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 我認識了子晴是個好女孩 那麼多年 她絕對不可能 想剛剛你講這樣 她一定說 你才那麼好笑咧 你才那麼好笑咧 她怎麼可能用 女才那麼好笑 那個太Man了 對 模仿不到位 妳怎麼了 失控 我是笑著講 而且因為我會這樣 就是憲哥教我的 就是酸民如果酸 你就要罵回去 對 妳要更多 可是憲哥講 對 他更兇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你不犯我 我不犯你 所以如果 如果你一直欺犯我 我一定會侵犯回去 所以妳是笑笑的跟他講 我是笑著講 可是張宇覺得我笑起來更可怕 笑到我 笑到妳發生 她連這種拿到節目來講妳 妳會不開心嗎 會不會 那我來 我立刻把他翻了 好… 找會計 你在幹嘛 立刻 馬上 她剛剛失贓已經快醒了 太快了… 後面還有更多 演藝圈裡面 這個 這些製作工具 經濟工具 待遇最好的 對不對 妳要不信妳到小偉那裡去看看 真的 待得下去嗎 沒有 憲哥他更誇張的來了 來… 怎麼… 他有一次得罪了這個製作單位 那個廠商 因為有一次我也要去接一個工作 然後到了現場 那裝髮好 等了一個多小時 他在旁邊說 怎麼那麼久啊 這個廠商怎麼速度那麼慢 然後結果這時候旁邊 有三個人在討論腳本 然後就有一個人走過來說 我就是廠商 然後廠商就在那 他就在抱怨廠商 罩子沒放量 對 結果那個 那個廠商就再也沒找過我了 所以你看現場 我少幫你賺錢 就是因為湘宇 我原本可以把你賺進這麼多錢的 但我現在 我都不是跟妳講 就是話不能亂講 我捨不得他在那邊等那麼久 大太陽底下怎麼可能 好會講喔 所以我很神經 為什麼可以那麼久 對啊 所說話的藝術啦 對啊 但是妳那語氣 人家說 妳的態度可以決定一切 是 有沒有 所以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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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廠商在哪裡啊 然後怎麼這麼久啊 笑笑的這樣 沒錯 但是可以笑笑的 然後講讓他有壓力 怎麼那麼久啊 對… 不… 貼坐坐… 痠了… 過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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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帶子晴節目通稿的時候 節目 好 他那一天不知道怎樣 精神恍惚 結果他就 因為突然放空 結果主持人 知名主持人就直接問他說 到底是為什麼你要 放空 放空呢 結果他就說 就是太無聊 然後才會那麼… 才會放空 直接講 太無聊 憲哥 你說是不是應該 賺了他連話都講話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不好意思 子晴是不是不好意思說他那樣 我重說 他就說 他說 你醜一 你再來一次 真的聽不懂你 他說子晴問 子晴在放空 不會 他這一段 他等虛擬跟實境結合 我剛剛聽他這樣講